吃了虫子 莱森可能投胎会做人吧 所以各位呢 你真的要深入精章 好 请看下面 T32 1659 是伟大的罗舌大师讲的 发菩提心经论 这是两卷 这一部论我讲过 待会会介绍 跟入菩萨行有关 各位可以上网download 那这一次呢 谢谢海映古斯的请法 T32编号1660 龙树的菩提之良论 它也是讲发菩提心 所以你看一个龙树菩萨 一个是纠摩罗舌的翻译 这两部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 接下来讲题入菩萨行 好 伟大的吉天菩萨 各位大家知道 我曾经讲过 选的教材是台湾如实法师 入菩萨行的祭宋 从藏文而翻成中文的 他翻得很好 连西藏的人婆切跟拉玛 都赞叹他 他是中国人 从2002年的5月 到2003年的5月 我一个礼拜讲一次 我从石头山坐车 三个小时到台北 讲完经 在第二天再坐三个小时的车 回石头山 就这样子 讲一年全部讲完 除了第九章 三个小时新加坡可以绕一圈吧 对不对 所以各位虽然你来会有点辛苦 我也跟你一样很辛苦 成福是要发怨心的 所以我整整用一年 每个礼拜讲 当然新加坡的人呢 也很有福报 不过慢慢来 希望呢 不但是在 quantity 利益广大的众生 希望你在 quality 深入精湛 智慧的未来 真正要认根 不管你学南传 北传 藏传 你都要很认真的去学习 好 不是呢 念一念 看一看 听一听 所以我讲了整整的一年 那在台北的佛陀教育基金会 那讲一项很清楚 为了节省时间 所以请你各位自己download 那你可以看到 讲义的内容里面 第一个是 入菩萨行的中英参考书目 现在呢 我逼我的学生 做了入菩萨行电子报 上演上网了 商业精神 因为现代人看不太懂 classical Chinese 我常常在想 我很赞叹各位 各位你知道吗 当我们往生以后 我们都成为稀有动物了 因为下一代的 Young Generation 中文真的很差 这是全世界的 台湾的年轻人呢 中文也很差 看古汉文真的很难 所以我常常在发愿想 我怎么能够帮助 现代的众生呢 有古汉文 也有现代文 还要再加上音乐 还要加上图片 还要加上多媒体 他才愿意来 众生难度 可是各位是很有福报的 所以你应该深入 这有列上 入菩萨行 全部的中英参考书目 佛法的修学次第 还有参考资料 就用 纠摩罗舌的发菩提心经论 请你有空上网听 那 请你上网下载 好 接下来再看第五页 第五页 关于六地 第六地是最深的 我们常常讲 般若波罗蜜 第六地呢 有十地经论 第六地 入菩萨行第九章智慧品 还有入中论 关于十地的内容 请各位也可以看 在后面的经文 下一次 十二月我来的时候 会讲到 菩提自量论的第二卷当中 也有简单的讲到十地 讲到看 第五页 第十行 假四 般若波罗蜜分为二 以一别显 分四 丙一 善巧方便波罗蜜 丙二 怨波罗蜜 丙三 利波罗蜜 丙四 智波罗蜜 请这个背起来 也就是六度里面呢 第七度 是善巧波罗蜜 第八 是怨 第九 是利 第十 是智 所以这四个波罗蜜呢 是很重要的 他把它含设在 第六度里面讲 那把它展开就是十 这是华严经的十地 配合十波罗蜜 所以我们呢 佛教徒真的是要很精进的 那接下来呢 你可以呢 听新弘法师讲的 集天菩萨的 天清菩萨 对不起 讲太怪 天清菩萨的十地经论 我讲了两年半 要来之前 终于讲一个段落 请你上基金会的网站吧 对 不然呢 来新加坡大家很忙 场地费也很贵 对不对 很多费都很贵 现在连微笑费都增加了 所以我觉得呢 我真的有个愿心 希望说不但是在座 各位可以听听 也建议透过大家的愿心 跟护持 录影 甚至上网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听 谢谢三宝的加持 你知道吗 在加拿大 美国 巴西 也有人听我讲经 中国大陆 东北 北京 南京 四川 云南 通通很多人上网 都听 入菩萨行论 我到去 菩提加业朝圣的时候 遇到了很多很多人 对不起 因为入境随属 衣服是空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幻灯片 我是穿拉玛的衣服 因为我也有金刚诚的传承 突然就有人问我 对不起 May I make sure you run a valuable thing home 我说 Yeah Bingo It's me 他说 You look different You wear a llama rope 你看起来不一样 我说对呀 然后他们为什么认知我呢 因为呢 他们是上网 听我的奖金 所以后来有巴西 有德国 有澳洲 纽西兰 哪些中国大陆 还有加拿大也请我奖金 对不起 我的功德力实在不够 我没办法想牵手牵眼 观世音菩萨 去到处去奖金 但他说 I feel very jealous 我说 why 为什么你只去新加坡呢 我说没办法 他们请法 对不对 我说姻缘呢 到的话呢 我将来再到你的国家 所以新加坡的联友是很有福报 但是呢 光听一两次是不够的 你应该每一个礼拜呢 都给自己长期的听经 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 因为有科技可以帮助你 所以你就不用呢 一直都是repeat for the beginner 你全部听完的时候 你可以约时间来单独问我 深入的问题 否则呢 我们永远在 beg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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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我们没办法深入 深入呢 六度波罗蜜 菩萨有实地啊 那当然因为时间跟签证的关系 我也没有办法长度在这里 对不对 因为前世修得不太好 所以今生没有投太多新加坡 下辈子呢 再说看 好 现在看下面一个 第四个 龙树菩萨 请看幻灯片 这是印度的龙树菩萨 的确我很赞叹 身在新加坡的人 是很有福报的 每个都圆圆的 你看对不对 一放假的时候呢 L plane呢 或L line呢 都飞全世界的 我很赞叹这样子 好 看第四个 今天要讲的龙树 菩提之良论作者是龙树 Nagajuna 好 请看 印度式的龙树菩萨 这张幻灯片你会看到 右下角有一个龙 来供养龙树菩萨 它视线的是比丘 然后它后面有蛇 在印度呢 Snake 就是Narga 就是龙 蛇跟龙是同一个种姓的 那这是象征龙树菩萨 那他拿了很多的经论 他在印度是很了不起 很了不起的论师 好 接下来 得看一下 好 讲个龙树菩萨的故事给你听 龙树菩萨呢 在世的时候 他是非常非常的聪明的 但是呢 他在年轻的时候呢 对不起 他是一个不良少年 吃喝玩乐 他通通做 他有一天呢 他学了印度的隐身术 隐身术知道吗 就是念一念咒啊 或吃点药 就不见了 然后别人看不到他 有一天呢 他年轻嘛 血气方刚 他就邀他的朋友 跑到哪里 跑到王宫去了 王宫里面大家知道 只有国王 还有皇后 还有公妃才女 对不对 古代印度是也很严格啦 他想这些呢 漂亮的女孩 大概很寂寞吧 我们去关怀他一下 结果呢 他呢 就带着这好几个朋友 将近十几个 就跑到宫里面呢 跟宫里呢 make love 结果糟糕了 每个礼拜都来一次 然后呢 后来呢 这宫里呢 就变成了大肚子了 国王就非常生气 他想 哪个demon呢 跑到我宫里来乱来 结果有一天呢 国王就等着 结果呢 在法会的时候 突然呢 他知道这群人 通通跑来了 就把所有的门都关了 然后呢 那个国王也会有咒诗嘛 咒诗就一念咒呢 哇糟糕 所有的年轻人呢 通通都出现了 然后一个一个都被砍头了 这时候龙叔菩萨吓了一跳 可是呢 龙叔菩萨 虽然呢 长得很帅 这边没有 找不到龙叔菩萨 年轻的照片 他跟阿南尊者一样 长得很帅 然后呢 他烦恼也很出众 结果呢 这时候讲糟糕了 我的所有朋友呢 一个一个都被砍头了 怎么办 那我已经死定了 但灵机一动 我可以躲在一个地方 各位请问你会躲在哪里 哪里 说说看 诶 讲话呀 Are you sleeping 他聪明地躲在国王的背后 因为刀子一定不能靠近国王嘛 他躲在国王的背后 然后他一念隐身术就引起来了 然后呢 全部都被杀光了 最后国王想 奇怪我记得还有一个更厉害的 他说 报告国王找不到他 当然找不到他 他就在他后面嘛 结果呢 他就把门开了 咻 龙树菩萨就跑出去 可是龙树菩萨流眼泪了 他讲了一句话 年轻时的觉悟 欲为苦本啊 欲望是痛苦的根本 我翻成英文 Desire is the root of suffering 对不起 龙树菩萨不会讲英文 他讲梵文 这是我家的 意思是说 他真正觉悟到 他拥有了相貌 身材 智慧 他还学了咒术 可是呢 他无法调伏自己心中的烦恼 所以他觉得欲望啊 像呢 让我很痛苦 他的所有好朋友呢 在一夜之间全部都被杀光了 所以他当时流了眼泪 他善根生起了 后来很有趣的 第二天他看到了一个沙门 出家人 经过他门口 然后呢 念经 他就发心出家了 这个故事听好 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一 我的建议 我们的众生都在欲望当中 贪嗔痴轮回 所以很痛苦 第二个 表示调伏你的心很重要 第三个 请不要失望 龙树菩萨虽然这么酷 后来他还是证悟了 所以现在的样子 我常常说 佛教的人才是很难找 因为为什么呢 酷哥辣妹是不会出家的 因为都跑光了 帅哥美女呢 通通被诱惑走了 所以也不会出家 所以 真正能出家来学习佛法的人呢 是有善根的 所以希望呢 你要鼓励你自己 不管你过去做了多少措施 或造了很多恶业 但是你精进的话 你还是可以像龙树菩萨一样 可以证悟的 这是鼓励我们的地方 然后龙树菩萨出家了以后 他利益广大的众生 造了很多的论 写了很多经 他通波耳经 所以写了中论 大制度论 还有这一次的菩提之量论 很多很多的著作 待会会讲 可是他 因为他太优秀了 所以他常常跟外道辩论 结果外道都输他 在印度 佛教徒呢 跟外道辩论是常常的 是为真理而真 不像现在 我们一辩就输了 可是在印度 辩输的话 是要砍头的 可是龙树菩萨 常常变外道 所以他 折服了很多外道 变成佛教徒 他是大秤的祖师 同时他也 折服了很多小臣的人 他自己也修秘密的金刚秤 所以他是三秤 一切教法都通达 结果因为他太了不起 历历很多众生 外道人 就看他很不顺眼 真想 龙树啊 龙树 这个佛教出了一个 太了不起的普通师 我们应该把他 陷害死吧 若他把他死掉以后 那佛教就不兴生 我们外道就兴生 所以有人 就偷偷买通的人 在龙树菩萨的 这个饭里面下毒 结果龙树菩萨他知道 结果他吃饭的时候 供养的时候念念咒 毒就变甘露了 所以真正有修持的人 他可以转变外面的恶业 结果人家读了他很多次 都没有死 结果他们最后很不甘心 有一天 一个外道的首领 就跟他辩论 辩论完了以后 就会说 龙树菩萨 你太了不起了 我辩不赢你 但是呢 我有一个请求 好不好 他说你有什么请求呢 他说你太了不起了 你把所有的信徒都拉光了 我真正看不太顺眼啊 你可不可以早一点死啊 他说哎呀 这个问题嘛 很严肃 要满众生的愿 你又希望我早一点死 我要利益众生 你们是杀不死我的 因为我有神通 我有功德力 我有我的护法 那你既然要请请我死 好了 免本你看我不顺眼 那我就死吧 他说你怎么死呢 他说当你到印度去 菩提交椰树下 把一根吉祥草来 给我 我自己就可以自尽了 结果呢 真的那个外道 就到了菩提交椰树下 当时印度的有吉祥草 吉祥草原来的吉祥草 是很多次的 有点像我们的芒草一样 他真的呢 一个礼拜以后就拿来 就供养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当着他的面 一哥就入灭了 所以恒顺众生是很不容易的 他老年的觉悟 普先生大愿 英文我加上 Making all sentient beings As feeling very happy and satisfied 当然从我们佛教徒的角度来讲 当然会觉得很难过 一代的祖师就这样入灭 可是呢 可见佛教跟外道的辩论是很多的 佛教面对其他宗教的挑战也很多 从古至今 乃至于中国的玄庄大师 到印度去更加辩论的时候 辩书的时候 他也是要砍头的 但是现在比较讲的 human right 当然不会砍你的头 不过可见一个现象是 宗教跟宗教之间 因为人的烦恼贪嗔吃 它是有竞争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国家 尤其散叹新加坡 很多国家都叫multi-culture 或multi-religion 宗教跟宗教之间相互了解 这是很有福报的 不过各位要训练你自己 有没有跟人家辩论的本钱 假如现在一个外道来 跟我们辩论的话 是不是派几位法师或联友 跟他辩论呢 你是会辩赢或辩书呢 那就不一定了 看下面一张 西藏式的龙树菩萨 西藏 印度龙树菩萨的著作 听好传到西藏 所有的著作都翻成藏文 同时在中国 从伟大的揪摩罗舌大师 全章大师跟历代高僧 也都翻成中文 所以我们中国人很有福报 那这一次讲的 菩提之良论很可惜 没有藏文本 只有中文本 泛文本也不见了 所以中国人是很有福报的 请看这张幻灯片 是西藏式的龙树菩萨 你看龙树菩萨 这长得很年轻 像十六岁的文书 施利庙童子 那他旁边有侍者 乃至天上的菩萨 都会来跟他请法 接下来这是西藏的雕像 这是红铜的 这尊是我们桑爷金色的佛像 我在尼泊尔买的 后面是龙树菩萨 龙 然后呢 他看起来有点像 释迦摩尼佛 但是他不是呢 弹金刚座 他是散盘 他是取上品说法印 所以龙树菩萨呢 是很了不起的 好 接下来请看第五页 第十六行 龙树菩萨的身品与著作 有印度文 藏文 汉文 现在也很多翻成 英文 所以有兴趣的联友 可以上网 Google或Yahoo 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资料 他在很多的著作里面 请归纳为三类 第一个叫圣生剑 就是我们这次的标题 关于缘起性空的教法 像中论 大制度论 七时空性论 六时如理论 回真论 跟广破论 第二个讲广大型 讲六度波罗蜜 或是实地 比方说这次我们讲的 叫菩提之良论 第二个也很重要的 我在台湾基金会讲 实地经论的时候 也引下一部论 实柱皮菩萨论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论 还有宝行王政论 那宝行王政论 在藏义本叫做宝曼论 第三个 其他龙树菩萨 不但有圣生见广大型 他很关心国家 也关心众生 他甚至劝着 当时的国王 当时的国王 是他的护法 都劝他呢 你要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所以他有 欠戒王宋 他有很多 护国为民 管理国家的教导 比方说 宝行王政论 或宝行王论 或叫做 劝戒王宋等 都有讲的很多 治理国家的 很多的道理 所以可见一个大菩萨 他关怀的 不是只有佛教徒 非佛教徒 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池里游的 水中跳的 就像我们听经 虽然礼拜五 大家很辛苦 可是听经不是只有 你们这位啊 还有无量无边的 幽民界众生 都在听经啊 你看不到 我却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佛法来世间 他度的众生 是无量无边的 就像刚才的那个 汉卡 龙树菩萨讲经的 天上的菩萨 都会来供养他的 请他转法轮的 所以我们要 关怀一切的众生 那再看下面 第五页 第二十二行 在传统上 西藏的佛教 有叫做 龙树六论 有一点点 跟我们不同 中论 回真论 经言论 经言论这本汉译 没有 不过现在翻成中文了 七十空性论 六十正理论 中观宝曼论 和他的注解 所以 这边有一本书 北京民族出版社的 龙树六论 两千年出版的 这个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资料 好 接下来请翻开 第六页 前言里面 第五段 发菩提心 行六度万恨 要有七个条件 请看经文 我引了 纠摩罗舌大师 所翻译的 发菩提心经论 这一段呢 我在以前的 入菩萨行 没有讲过 所以我今天讲 请看经文 第六页 第三行 发菩提心经论 如实法门品 就是如实的修行 第十 因为各位都有讲义 这是古汉文 我就节省时间 直接翻成白话翻译 如果师父讲太快 请你举手 我会很有耐性的 请看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想要修学六度波罗蜜的法 求无上的成佛法门 阿纳多罗三秒三菩提 应该先远离七种恶法 就像呢 你要远离坏朋友 恶朋友 对不对 比方说你现在受了三规五戒 好 我刚才说 好的境界跟坏的境界 你就要生欢喜心 你今天发心受戒了 第二天呢 就有好朋友 哎呀 long time in the sea 今天要不要去KTV呀 我们去 蹦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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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n after that we say something special for you something special你知道哈 就是那个 Because today is your birthday 那你想糟糕怎么干呢 哎呀是我的birthday 没有错 crazy party呀 疯狂的这个 这个我为的舞会呀 可是问题是 那个是违反你舞界的 所以外国现在很流行 我据我看到一些好的电影 他讲 要结婚之前呢 要有一个什么 单身crazy party 对不对 那不是很像wired animal吗 可是作为佛教徒呢 你又不能说no 你说no的时候 你要得罪你的朋友了 对不对 你说yes呢呢 我跟你讲 那完了 明天老婆就跟你divorce 离婚了 所以 听佛好 做佛教徒 先要斩断一些恶友 要远离 因为你还有没有功德力 去度他 虽然我们发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但是那是有阶段的 众生无边誓愿度 但是你不要被众生度走啦 好的我们可以帮他 不好的 you have a right to say no 或说I'm sorry 你有权利说抱歉 我没办法 知道吗 所以这个不是执着 这是你坚持你的道心 所以这有一段是讲七个方法要远离 那反过来讲 也有七个方法要去学习 这就是第六页的讲义 对不对 从第五行到第十二行 是要远离七种恶法 恶法 从第十三行到第二十三行 是讲你要学习七种精进的方法 请看第一个 远离恶之士 什么叫恶之士 他有定义叫你舍离 尚信 这里的尚信 尚是指殊胜的意思 或好的意思 very special 或是呢 better 信心当中有深浅 要更有信心 听好 尚欲 这里的欲不是指坏的 是叫善法欲 good desire 或是good intention 或good motivation 比如说我们成佛 当然也是很好的欲望 有人说 哎呀 注意听 有很多人常常会用 哎呀你不要执着嘛 对不对 有人会说 哎呀我佛教徒要学佛啊 请问新加坡现在呢 工作都很竞争的 对不对 各行各业都很竞争 都要有野心啊 那野心好不好呢 那要看你的动机 motivation跟intention 假如我动机是虽然赚钱之外 我要帮助更多的人 你的动机是好的 那有什么不好呢 成佛 对不起 成佛不是最大的动机吗 对不对 这叫做上上欲 这里的欲是指 good intention 或motivation 上精进就是 你要比别人更精进 这样子的话 才是善知识 那现在有人叫你要离开正性 离开殊胜的动机 离开这些精进 做一些乱七八糟 违反五戒十善的这些行为 这叫做恶知识 在能言福提众生里面 菩萨道理 第一个会让你破坏你的菩萨道呢 除了内有烦恼之外 why呢是不好的朋友 所以你要勇气呢 跟朋友说no 那你会说 哎呀那糟糕 我跟他说no以后 那我就没朋友 错 看这里 就像你新加坡有七层几层楼 七十几层楼 你在第十层 你跟第十层楼的朋友说no 你往上爬有十一 有十五 有二十层啊 你更精进的话 你会遇到更多的善知识啊 好的同参道友啊 就像这次你现在看到大会 全部都是很精进的同参道友 所以华元经以及大圣经论说 在这个世界有无量无边 像大海里横河杀树的 都在勇猛精进的菩萨 所以你并不孤单嘛 对不对 起码你还有一个 human rest of valentable sinhom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担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讲眼里女色 在座女众可能就不高兴了 racial disminimination 对不对 种族歧视 是不是 就是说 对不对 为什么会优势讲女众呢 其实这没有什么 佛是讲要调伏我们的心 其实我们在轮回里面呢 每一个人都当过男众 也当过女众 对不对 只是你忘记了 我在其他的讲经说过 在十二因缘六道轮回投胎的时候 是你临终的时候 你在中医生投胎 你抱上爸爸 你喜欢爸爸 那你生出来就是女孩 你抱上妈妈 生出来就是男孩 所以妇女情长 母子情生 所以其实这样在轮回里 每一个人都说过男生跟女生 所以佛经讲 听好 讲女生不是批评女众 而是说这一声physically 假如你是男生的话 那你就要保持呢 太漂亮 太娇滴滴的这女生 对不对 那假如你是女生的话 对于呢太帅的男生 你要保持距离 所以你要有品德 所以这里讲 远离女色是告诉你说 你要坚持 不可以做第三者 听懂吗 所以它有几个目的 A 控制自己的欲望 B 要调伏自己的心 第三 所有的众生都当过我的父母 亲朋好友 男生跟女生都平等 所以你才会生起广大的慈悲心 否则呢 你假如physically 有些人这个烦恼是很粗的 尤其在禅观里面要讲 要修不敬观 白骨观 在家出家都可以修 我在禅修的课程里会讲 做禅三昧经 可是呢 问题是你要调伏你心中的烦恼 所以这个地方要去努力 透过精进的发愿 修持 礼拜 供养 忏悔 你的烦恼就会慢慢淡 你本来烦恼很多的 对不对 慢慢减少 慢慢呢 你来世就会生进 你来世就会做清静的生前 这个是要慢慢努力的 所以他经文请看 第二 第六行 第六页第六行说 远离女色是指 贪着这些五欲六成 吃喝玩乐 杀到迎望酒 慢慢世俗的人 常常都会诱惑你 然后呢 希望呢 你去造恶业 这是不可以的 因为这会障碍你的菩提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像心一样 心像水 你一直这样子 搅他搅他搅他 他就会模糊 在这里我讲一个故事 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出家人 他出了家十二年 在座下打坐 他长得很帅 很庄严 可是呢 他每次打坐的时候 因为他出家之前 曾经结婚 他太太很漂亮 所以呢 他每次都不能 挑付自己的烦恼 贪真是呢 欲望很重 所以他觉得很苦恼 十二年呢 他很精进 也持戒 然后也苦行 可是呢 他还是没办法超越自己 有一天 佛陀 释迦牟尼佛 很慈悲 入定 他观察 他过去 现在未来的因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 在过去前 曾经在 做 风化场所的 那个 老板 所以他造了这个恶业 所以他种了这个恶因 所以他贪嗔之的烦恼很重 但是这一生 他出家了 他的恶业还是很重 可是佛陀为了要度化他 他就入定 入定以后呢 佛陀画了一个笔丘 然后下午呢 一起来跟他见面 那在树下一起共修 共修就住在树下 他说 哎 善男子 你也是佛陀的弟子 我也是释迦摩尼佛弟子 你一个人在晚上吗 我刚好经过托波 完了 我今天呢 跟你一起住在树下好吗 他说好 他们就一起打坐 这时候佛陀 因为他们打坐是在恒河 恒河呢 这时候呢 打坐的时候 佛就用神通呢 在他们两个打坐的时候 刚开始很好 突然呢 河里呢 跑制了一只乌龟 这个乌龟还蛮有善根 看到了三宝呢 两个比丘在打坐 还点点头 三拜 这时候呢 这时候呢 他就要走啊走啊 突然呢 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个野狗 蹦蹦蹦 蹦蹦蹦蹦 跑过来 因为那个狗啊 太饿了 这个狗大概没吃素吧 看到那乌龟就 就想要咬它 这时候乌龟呢 怎么办 当然就乌龟 各位知道有乌龟壳嘛 Turtle嘛 就把身体一缩起来 就管这边 只有一个龟壳 那那狗啊 就边咬它边踢它 就那乌龟壳壳 就一直打一直打 冬结了呢 就跳到水里面了 它就游走了 那狗就非常生气 梦梦梦梦梦 它看到呢 那个出家人 这个狗比较没有善根 看到呢 它不会礼拜 梦梦梦梦梦梦 它就走了 这时候呢 很有趣的 两个比丘在打坐 都看到了这一幕 然后 是佛陀化身的 这位比丘 就问他 Hello 你看到刚才那一幕吗 他说我看到了 那他就问他 你有什么感觉吗 他说 哎呀 轮回很苦啊 那这位释迦摩尼的化身 因为他不知道是佛陀化身 他说 你知道吗 我们的欲望 就像那个乌龟一样 你看乌龟上来的时候 看到我们比丘 他还有善根 会跟我们点点头 那乌龟也来到处跑 可是乌龟面到伤害的时候呢 狗咬它 它就缩起来了嘛 什么东西可以保护它 乌龟壳 对不对 那他就比喻 我们的恶念就像那只狗一样 我们的恶元也像那只狗一样 可是我们的心呢 你看乌龟呢 他看到三宝会顶礼 会问讯 表示他也有善心 可是当他面对生命被威胁的时候 他也很可怜嘛 那他保护自己是什么 说起来 那乌龟壳就是他的保护 他说这个啊 他说 善来比丘啊 狗代表我们的恶念 乌龟代表我们的本心 乌龟壳啊 代表我们的戒定慧 是可以保护我们的 我们在轮回里面 我们要常常升起戒定慧的功德 调伏我们的心 虽然我们还有贪争之烦恼 这就是轮回 但不要气馁 你要常常要保护自己的心 你呢 将来呢 就可以涌脱轮回 就像那最后那个乌龟呢 又躲到大海里面了 这时候比丘呢 讲说 哎呀 你是谁啊 你竟然会有这个屁欲啊 他会问他 比丘 你心中的贪争之烦恼也是这样 不要压抑他 也不要排挤他 但是你要看好你的心 当下他就开悟了 这时候那个比丘呢 路克就现身 原来是尊贵的释迦摩尼佛 这时候他 哎呀 佛陀今天变成比丘来跟我打坐 他立刻升起来 他感动流眼泪 他也开悟 为佛陀鼎礼 佛陀说 善来比丘 精进精进 乌龟就像我们的心 乌龟的壳就像我们的戒定慧 他讲了一个词 叫密户根门 就是南传佛教里面讲 要保护我们的身口意 所以 可见我们遇到在这个社会 遇到很多烦恼的时候 你不要去躲 乌龟呢 接下来是给大家的建议跟启示 在大海里面呢 是有好的鱼也有坏的鱼 在云云的众生里面 有好的也有坏的 我刚才说要 一 修什么 欢喜心 第二要修清静心 第三个各位要修的是 不是叫你学乌龟 而是要你学呢 戒定慧 密户根门 要保护你的心 跟训练你的心 不要给外境给迷惑 这是这第二段要讲的 远离女色的意思 它有很深的意思 接下来这是讲远离法 那同样的反过来 讲正面来说呢 配合这两条 两条请看第六页 第十三行 欲得无上菩提 当修七法 当然第一个 菩萨要清静善知识 所以为什么很多佛学班 希望你要清静善知识 清静出家的善知识 南传北传藏传 正知正见的善知识 要清静好的同参道友 各位你有没有想过 这么多的朋友里面 你一生 有些朋友五年十年 就不会联络了 能够有五年跟十年以上 还联络的朋友 已经很不错了 在圆圆的众生里会 你会在同个佛学会 同个道场上课 或佛学班的善知识 这是很难得的 所以在无量无边的众生里面 遇到善知识跟同参道友 要真正的珍惜 就像我跟传语法师一样 我们在二十年借凶 虽然我们没有常常联络 可是一见面的时候 就像兄弟一样 无话不谈 所以清静善知识很重要 请看经文 一者 菩萨当清静善知识 什么叫善知识 它有不同的分类 第一个 最好的是佛跟菩萨 像释迦摩尼佛 文书普贤观音地藏菩萨 或像药师佛 第二个 若僧文人能令菩萨 助身法障 这诸波罗密也是菩萨善知识 这一段我要解释 什么叫僧文人 举一个例子 大凡天王跟嗜体还音 或是佛在世的虚菩提尊者 各位若读金刚经 我听金刚经破空论 我有讲到 虚菩提尊者他是僧文人 可是佛加持他身文的身份 为无量的菩萨讲什么 摩赫般若波罗密 就是指这一段的意思 身文人他有发菩提心 他是视线身文像 视线阿罗汉或是辟知佛 但是他能够让菩萨 也了解甚深的法障 各种诸波罗密 这里诸波罗密 简单讲是六波罗密 或十波罗密 你可以写在旁边 所以这样的话也是菩萨的善知识 当然我们要遇到这个善知识 要很大的福报 所以简单的讲 无量无边的条件 起码他要持戒 第二个他有道心 第三他要懂得教法 能够教你跟引导你 那找到善知识也要有缘分 这是第一个 亲近善知识 第二个 刚才讲菩萨要远离女色 反过来要写心亲近 要菩萨常常应该亲近出家众 一当亲近阿兰若法 阿兰若法就是在亲近的地方 学教法或学禅修 远离世间的五欲六成 各种吃喝玩乐的享受 而不要像世俗人一样 只是造一些恶业 假如你有兴趣的话 你观察一下 新加坡也有MRT 对不对 Suppleway 你坐下来的时候 你要观察 有些人相貌很好 过去是从天人来投胎的 他长得非常的庄严 可是他不一定精神学佛法 因为学佛的人 他不一定手上都带念著 有些人呢 他精神呢 修得很好 可是呢 他因为太好了 富贵学到难 所以他也不一定会来学佛法 有些人你会觉得 有些人普普通通 过去是世人 精神也是人 但是你仔细观察 Sorry I have to say that 有些人这样起来 真的有点像monkey 有些人像呢 look like the dog face 那表示他过去是从 刚刚从地狱 恶鬼畜生来 三恶到投胎的 所以每一个人的夜 是不同的 但是在这有个重点 就是你在跟云云的众生 里面当中 你要懂得 把持自己 我们要不对 菩提心 对一切的众生 但是你要先分辨 好跟化 好的善知识 善有 善法要精进 恶友呢 听好 你也不要排斥他 在菩萨界里 是不可以排斥他 但是你心中啊 不要跟着他跑 去造恶业 为什么呢 因为失去了人生 你来生就不值得的 好 再回来看 第六页 的第三 就是第六页 第七行 讲远离法 我是讲两条的远离法 两条的亲近法 这样对照讲 你会比较清楚 第三看 三者 远离恶觉 恶觉就是不好的觉悟 觉一般是好的 这里讲恶觉 是代表你很自私 或私心 然后呢 你非常自观形容 你就是很喜欢外在的 这个 外表 很爱自己的身体 执着 贪惜爱众 而且染着着 守护着 你认为这个身体 是永远不变的 我举个例子 要来上课之前 我问了商业经社 我们的行政干部 请问 什么叫做时尚 什么叫fashion 什么叫fashionable 你们有没有想过 现在就说 酷啊 stay cool啊 对不对 keep cool啊 那我们很多人 常常去追求一些 广告告诉我们的 有没有 living beauty health 生活 美丽 跟健康 我们大家都希望 追求这些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当然我们呢 很多东西要注意卫生 注意打扮 用欢喜心 更加结缘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事实的真相啊 是你的身体 是不干净的 对不对 我们睡一个觉 早上流口水 待会感冒 哈臭 醒鼻涕 对不对 新加坡太热 一天要冲两冲三次 好多流汗 对不对 事实上我们的身体 是不干净的 注意听 真正的佛教徒 你要去认识这个真理 你在肚子里面 吃的东西 对不对 消化的东西 拉出来以后呢 是大便啊 跟死啊 所以当我们上公共厕所 一看的时候 好脏啊 discussing 为什么 因为那个不是你的 可是各位 现在摸摸你的肚子 你讲经的时候 你这里面也不是很多 一样的吗 the same stuff 可是有一个重点 大家去思维 为什么我在我们肚子的时候 我觉得是干净的 当它一离开 我们的身体 嗯 好脏啊 可见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通通都很脏 所以讲这个重点 是告诉我们 我们有很多的分别心 我们去期待呢 永远是漂亮 永远是长生不老 我永远是帅哥跟美女 但是呢 你有没有想过 年轻的时候有年轻的可爱 中年有中年的美 老的时候长微笑 也是很美的嘛 所以降觉悟以后 不好意思 又以女众来讲 你就从此不会花 买这么多的化妆品了 真的化妆品花你很多钱的了 可以救很多人 做多少的慈善事业 利益多少的众生 但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愿意接受无常 注意听 我们很多期望 什么东西 都是everything under the control 但是你忘记 everything is impermanent everything is changeable 我们都希望 什么东西都在掌握之下 你可以尽力 你可以做计划 但是你要想 事实上 什么东西都在变的 去年的我 跟现在的我也不一样 昨天的我 跟现在的我也不一样 可是我们若不去 思维这些道理的话 我们会把很多 生命体力浪费在哪里 举一个例子 外观人很喜欢 gym 运动 运动很好 suitable exercise is very good for your health 适当的运动 对你来讲很好 可是外观是什么 肋骨肠健美 你看 muscle 对不对 I'm superman 对 也不是每个人都superman 我们常常广告 都要帅哥美女 就是创造一个 永远大家都达不到的 假的境界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在西藏有一个叫 钟萨仁波切说 讲深受心访 不静观 他说事实上 我们应该办一个杂志 不静观 白骨观 坟墓观 那他一定全世界都会倒电的 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看美女杂志 时尚杂志 换句话说 我们的心 常常不到制造真理 花了很多东西去追求 永远是虚幻达不到的东西 反过来讲 干净就好 卫生就好 你才会把你的心 用在帮助众生 好好拟尽你的家里的责任 去做一工 学习佛法 去修禅修 去利益众生 去弘扬佛法 所以你的生命才会very meaningful 才有意义嘛 所以各位老菩萨 不要让你的年龄啊 障碍你的心 我再讲一遍很重要 各位在座的老菩萨 五十岁以上的人 越老越庄严的嘛 对不对 越老呢 我愿意呢 进佛国土 靠近佛菩萨越近的嘛 生命是无有穷尽的 因为你今生修得好 来生可以继续行菩萨道嘛 所以你不要因为年龄 而障碍你的菩提心 真正的菩提心 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了解吗 所以这是这一段来讲 接下来 四者要眼驴称惠 今天晚上要学的 要改自己的习气 脾气 我今天要教很多了 各位记得吗 复习一下 欢喜心 清静心 还有要学像乌龟的戒定会 对不对 第四个 要学观无常 跟不敬 第五个呢 要改自己的称心 要有慈悲心 所以称心 暴乱 焦慢 嫉妒 常常动不动就跟 被人发生冲突 破坏你的善心 这是不好的 反过来讲 要清静法 要做什么呢 让我讲一个段落 我们今天讲经就差不多结束了 好 那第六页的第十七行 三者 菩萨要关自己的身体 是像不干净的 禅宗里面呢 以前有一个公案 就是 常常洗澡的时候呢 师傅都会骂徒弟 你不要洗太久啊 你在里面 我们现在头发要洗啊 要剃头啊 以前呢 洗澡很短啊 五分钟十分钟 现在不是 现在洗澡 So romantic 很漂亮的浴缸 还要花 Candle 两瓶美酒 还有something music 对不对 现在人太会享受 为什么 现在人心啊 有时候来讲 享受的同时 也太放逸了 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 我们的身体啊 简简单单 洗个澡就可以了嘛 所以以前禅宗呢 假如徒弟呢 洗澡洗太久 你在干什么 你又在刷你的臭米囊呢 每天都在刷 可是问题 你有没有刷你的心啊 每天你刷牙 每天你看了 你洗一点 你又没有洗你今天的心啊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 一个问题回去想 你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桩事情 先做什么 请写下来 我明天奖金会讲 每天早上 第一桩事情 你起来 第一桩事情 前十五分钟 你做什么 想一想 有人一起来 哎呀 不要吵我 闹钟了 又按掉了 小朋友去上班的时候 妈妈会说 快点来要上学 妈 不要 你看又开始起身心了 有人呢 一起来叮叮咚咚咚 快点来不及了 我的会议快到 可见我们的心 早上一起来的时候 做什么 先写下来 想一想 你早上起来 十五分钟都在做什么 这里有其中一个 要观无常观 要观你的身体 是不干净的 好 当天可能就死 我们应该有 艳离心跟精进修道 接下来第四个 菩萨应当面对人的时候 要有柔和跟忍辱 柔和跟忍辱 请做一个记号 柔和 Be patient very gentle 要有耐性 还有很多事情 不是让你都很如意的 举个例子 现在大家公司行 都要开会 常常花了很多时间 台湾有一本书叫 开会开到死 哇 very terrible title of the book 开会都开到死 那我们常常开会 就花了很多时间 要开会讨论讨论 结果到第二天 老板又跟你讲 我们又变了 然后你说 你很激动 不是说好了吗 然后你就非常的angry very sensitive 昨天不是说好了吗 然后你就开始very critical 得理不饶人 脱口大妈 对不对 昨天说好 说好 说好的吗 可是答案是什么 你气什么 都会变的吗 要无常观啊 算换句话说 你要训练自己 什么东西都会变的 你的心才有弹性 假如你什么东西 只有一个想法 举个例子 你现在要去机场 只有一个方法 我只坐计程车 那糟糕 traffic again怎么办 飞机就飞走了嘛 那你有很多方法咯 请家人来载你咯 你也可以搭计程车咯 对不对 你们也可以坐 subway嘛 然后再转咯 你们要想一个最好的方法 go jogging 可是我想你可能穿西装的时候 不想跑了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人的想法 常常是自己封闭自己 这一段告诉你要柔和心 忍入心 而且你的心要常常去接受 无常法 这些道理听好 你真的要去思维 可能很多连友都听过 也在其他法师听过 但是啊 你在你心中没有产生力量 所以你有无常的观 你常常有柔和跟忍入心 你的心很柔和的时候 你就会呢 听别人的意见 be patient 然后你的目的是要帮助别人 所以你可以感动别人 劝别人 也让别人一起来 一起解决问题 而不是只是呢 只是攻击别人 把事情处理好了 完了以后呢 还是好朋友啊 对不对 好 不能太乏气充满 今天奖金讲到这里 明天呢 会从下一段 第六页的第九行开始 舞者 鲤鱼放逸 那今天的讲义呢 会 好 待会我们会回向 然后 今天的讲义你可以带回去 假如你西洋的话 请你在第一页写上你的名字 这个就跟你结缘 希望你明天也带来 这个讲义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会照详细的讲义讲 那不但讲义之外呢 也希望你呢 能够真心的去 把今天听到的佛法 真正在你内心里 思维 产生力量 甚至呢 也应该呢 真正的去实践 在你的身口意产生力量 这样子的话呢 就不枉费你